哎 那不是顾小满吗 你们听说了吗 她因为不敢上解剖课 要被学校退学了 什么 还有这种事儿 是不是很奇葩 不敢上解剖课 还要来医学院 我知道 我听说她一上解剖课就晕倒 有一次还吐得到处都是 不是吧 我最开始上解剖课的时候 虽然也很想吐 但不可能吐出来的呀 要真吐出来了 别人怎么活呀 所以就是很奇葩了 之前那网上还传他很猛 我还信了 原来是个胆小鬼 你看什么看啊 你是胆小鬼 全校都知道了 不信你问他们 没事 他们说的也没错 走啊 来来来来来 还是活的 你看 那哪哪哪哪 到底在哪哪哪 你嘴里啊 什么 就是从你嘴里跑出来的呀 现在他回家了 难怪你的嘴那么臭 以后啊 在公众场合胡说八道 小心他又跑出来吓人 你神经病啊 你们看什么看啊 别人上解剖课有些不舒服 就是胆小 你们不也被一只小书 吓得尖叫吗 我以后要是再听到有人敢欺负同学 我就斟酌一麻带小乡来给你们加餐 难度一颗大麻小 每人十只加餐不加价 我沈晨阳说到做到 我刚才有没有很帅 就是说到只要再敢欺负同学那里 美人十只加餐不加价 我沈晨阳说到做到 总是欺负同学的那个是你吧 我刚来的时候都被你欺负成什么样了 那你现在欺负回来啊 我就站这儿 你真的要退学啊 我去买 你就别去买买买了 不买就不买 是我自己要走的 为什么 那你为什么要来医学院 你想做医生啊 我呢 是觉得医生很神奇 我小时候接触过 看过心脏手术 还是小孩的 整个人就那么一丁眼大 现在就更小了 在那么小又脆弱的地方 拿刀和针线在上面滑了几下 又缝起来 人就又能活一段时间 我觉得很神奇 想知道原理 所以我就来了 那你还挺有理想的 有吗 至少比我有理想啊 我是为了左岸而来的 嗯 我不想听啊 那你还问 总之我是为了左岸来的 后来我发现 原来学医做医生 是要肩负着生死的 你说 人都把命给你了 万一做不到怎么办 送他一块好墓地 现在目的很贵的好吧 所以 你真的要走吗 我舍不得你走 行吧 你别这样 我已经决定了 反正我留在这里 也是一种折磨 折磨就算了 什么 好吧 好吧 我沈澄阳的人生格言 就是做人要随心所欲 不能勉强自己 如果你想回家 那你就走吧 大不了我去你家找你 反正我有钱又闲 嗯 你怎么知道